因為 先屏步一下心情 畢竟是辯論賽 然後我們看到每個人也有自己的表現 所以我們在評出來哪一隊獲勝之後 又對哪一隊的最佳變手做了一個討論 我們先說支持解除這一方 我們討論下來認為劉宜宸表現最好 50%了 表現最好體驗在哪兒呢 其實現在不穩 就是和其他的你的隊友比起來 你的表現是最穩的 像一個職業律師的說話的風格 然後反對解除這一方呢 其實我們有一點討論 和我們一樣 我們也討論 都很好 怎麼那麼的一致 怎麼那麼的一致 我們認為丁輝呢也很穩 也很職業 確實是像一個做過幾年律師 並有過初心經歷的這樣一個律師的表現 丁輝 徐德林呢我們認為 雖然看起來還是比較稚嫩的 沒有那麼多的經驗 但我們沒有想到 你能把整個這個手辯 這個立論這個事做得這麼好 擺帥腳是超出我們預期的 然後在你們兩個人之間呢 我們在想到底誰更好這個問題 因為實際上是一個沒有經驗的實習生 和一個有經驗的實習生的比較 所以我們在想 如果說 屈德林給你三年或者甚至五年的時間 你能不能做得比丁輝現在做得更好 或者反過來講 我們說丁輝如果你回到剛畢業的時候 你做手辯 你有沒有可能像屈德林做得這樣更好 沒問題 丁輝 我們感覺呢 屈德林的潛力會更大一些 所以我們想把這個 最佳辯手給屈德林 天呐 你太老不信了 你太老不信了 你真的太老不信了 就這樣 給我個門 我摔門 我要摔門而去 你還能自拔一杯 我被孕的 刺拔什麼 哇 真的 真的是澤林 第二個話題呢 是要把備選實習生分個組 到底有哪位代交律師來帶 我先把王律師的選擇說出來 然後我們其他的代交律師 會把自己的選擇說出來 但我們之前沒有交流 我們也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可能 比如說兩人選一個 或者說有人沒人選 所以如果出現了 兩個人選一個的這個情況 那這位被選的這位幸運兒 他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 那我先說王律師的選擇 丁輝 王律師可能真會選丁輝 丁輝 王律師選擇的是丁輝 總算退了一回當天啊 你的CP真的好強烈 穩穩的 恭喜 恭喜 王律師認為你的表達還是很不錯的 而且他也看到你的努力 或者說之前可能存在的問題的改變吧 好 我一定努力 我覺得我要選王應飛 王應飛同學很貼心 官方上沒有當隊長 其實承擔很多隊長的工作 今天呢其實準備的也不錯 但是現場表現欠佳 原因呢就是沒睡覺 我從來都不表揚沒睡覺 沒睡覺就是該批准 因為如果你第二天有一個重要的會議 有個重要的仲裁或者出庭 或者需要你拿出精氣神的時候 不睡覺 這個我們以後可以再 再去慢慢地 把這個時間的節奏把握住 我選的是那個 詹秋怡同學 你面試的時候就比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為你外表看上去很柔弱 但是其實你有一顆強大的內心 我是看中您這股勁 謝謝兩位 我選的正好是 那個沒有被選的同學 哦 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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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裕成本身其實表現得非常好了 而且實際上我和王肖啊 包括跟你聊天 我也知道你很多時候在法律基礎上 可能比較深厚一些 所以你會給大家一些 更偏向法律的意見吧 包括整個這個過程中呢 你是勇於承擔思辨的這個角色 壓力蠻大的 啊 歡迎你 嘿嘿嘿 謝謝謝謝 好 那就沒架打啊 沒架打了 那行吧 散會吧 我是孤零零的了 我怕出現什麼意外沒有人選我 就完了 完了就 我甚至都沒有想到我們兩個 我以為最佳變手是王肖的 我真的沒有想到我們竟然成為最佳變手 趕緊回去補一覺 吃點感冒藥 精力非常 會不會 怎麼會這麼覺得呢 因為 哎 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